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那我们之前的课程呢 已经讲了Jingle部署里面的几种主要的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这一节课呢主要是讲的是 怎么让我们的脚本去代替我们 之前的一步一步的用手 手动的方式呢去部署那些步骤 那么我们之前的那些课程呢 大家如果有认真的按照老师的操作步骤去做的话呢 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里面的过程呢非常防锁 每一次你都得去一条一条命令去执行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主要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来这样一个脚本 来自动的执行我们之前的那些手动的步骤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不管是编程也好 或者是做运维啊之类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不要做重复的事情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 之前有一节课第三章第一节是在本地上搭建一个博客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是想用脚本来代替之前的手动的操作 来自动的把一个服务器呢部署成一个博客 那么这个脚本呢是我自己把之前的步骤整理一下 那整理成这么一个脚本啊那具体里面详细的各个步骤的行义呢 我回头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实验的环境呢还是之前那个环境 我们看一下还是之前的这个环境是刚刚装好了 Sentos然后网络什么配置好 但是里面什么其他东西都还没有的的环境 我们先看一下Python的版本 那大家可以看到Python呢还是2.6.6 那么我们现在呢要的就是把这样一个刚刚装好 然后呢刚刚连上网络的服务器呢 变成我们之前上第三章第一节的部署好一个博客的这样一个环境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呢包括了几个文件啊 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要讲的shell script的脚本 那这个呢是数据库文件 数据库文件是用来干嘛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Django是需要一些数据库的信息的 来用来建立一个数据库 用来建表需要一些账号 那么我们需要装安装完数据库之后呢 需要去里面首先是创建一个database啊 数据库 然后去新建一个用户 这个用户呢会用在我们Django的setting.py里面去指定它 另外呢我们刚装完了MySQL server之后呢 它的默认的用户呢是root 而且是没有密码的 我们需要给它指定一个密码 这样才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我们就新建了一个文件 里面呢第一句是 当然这些语句都是在MySQL里面执行的啊 第一句呢是创建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的名称我们就用一双字符创代替 还没有确定 然后创建一个user 并且呢给它一个password就是一个密码 然后这边呢是给root设置一个密码 那这个数据库文件呢大概就是这样 那首先我们先来执行一下这个脚本 然后呢我们再来详细解释 解析一下里面的语法还有各种各段是用来干什么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的博客原码 那因为是其中的这个脚本会自动去下载 Python 3.4.3啊 但是这个包下载实在太慢了 我就把它烤进来 那如果存在了 它就没去下载 它就自动把它解压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先让它执行一下这些脚本 呃我们执行是用管理员账号的呃账号的啊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 尽量就是你自己新建一个账号 然后给它呃SU2的权限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呢 只是我们需要管理员的权限 那我执行这脚本之后呢 它会提示说怎么用 因为我什么仓数也没给它 那这个脚本执行的方法呢 就是首先你要指定一个数据库名 数据库用户 数据库的这个用户的密码 最后呢还要给一个loots账号呢 给它一个密码 那我们这里呢 就是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一句啊 这句意思呢 就是我们等会执行所有配置的过程中用到的这些一个数据库名就用这个名字啊 账号就用这个 然后这个账号的密码呢是这个最后的这一串呢是 试制成loots的密码 我们现在让先让它跑 那跑起来首先它要去更新一些依赖的包啦 之前大家手动配置的时候应该也有一步一步做过的就是它需要去更新 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脚本里面的内容 这个脚本首先一开始当然就是读那些我我们一开始输入这些仓数啦 如果如果没有的话呢它就打印一个帮助出来 让别人知道你这脚本是怎么用的 接下来呢我会把刚才的数据库文件 把刚才这个数据库文件呢把它备奉起来 备奉成这个 然后呢再再继续往下执行呢 就会去替换你看现在已经替换掉了 也就是说我输入的这一串呢替换到这里 然后这些这些语句呢 等会在数据库装完后会去执行 执行完之后 那我们里面就已经有数据库有用户 那我们Jungle呢就可以直接用了 你看这里呢就是替换的语句啦 就是把这个dbname替换成刚才输入的第一个仓数啊 这个user替换成第二个仓数 以此类推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脚本就会去安装 依赖的那些项啊 这些是我们之前手动去输入的 那执行完之后去检查一下 看成成不成功 这里有很多的检查有没有成功的句子啊 也没怎么去优化 那么如果是已经存在这个 Python 3.4.3的安装包呢 那么就就就不用去下载了 那否则呢就是去Python的官网去下载一个安装包回来 安装回来之后呢 如果是发现哎 之前可能是已经执行过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安装包的这个目录已经存在了 Python 3.4.3的目录 那就把它伤掉了 然后呢我们就 呃 到了这一步如果还发现哎 这包好像还还不存在 那说明可能要么就是下载 下载的时候呢下载一半哎 下载失败了 要么就是你原来呢这里根本没有这个包 那如果存在了呢 我们就把它解压 这条命令是解压命令啊 大家应该知道的 解压 解压完了就进去这个目录 解压好的目录呢 进去config make make install 那这样之后呢 它就完成了 然后呢就去 这一步呢是去配置一下那个 呃 ldconfig 之前配置的手动的时候 大家应该也知道啊 去手动配置这个东西 然后呢去 把这个python 原来的python呢 把它备份起来 然后呢用新的3.4.3的python呢 去替换它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yum这个 这个文件啊 之前我们也有说进去里面还是让它用回原来2.6.6的 也就是说用回python.bak那个 那这些呢我们也可以自动化 就是让它呃用sed命令set命令去把它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对于centos来说呢 它有些版本有有些版本没有啊 就是有些有这个文件也得相应的改 当然我这里就是检查一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有的话我也把它顺便改了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才真正的开始安装MySQL Server 这个呢是通过yum命令来安装的 也是我们之前手动执行的一部分 安装完了把它呃开启 然后呢把它启动 启动完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MySQL Server的root账号呢密码是空的 也就是说不用不用输入密码你就可以执行用root来执行各种脚本了 这时候我们刚好就用它来执行刚才的SQL脚本 也就是说这个脚本 执行这个脚本之后呢数据库啊用户啊什么都准备好了啊 然后呢再呃再把它上掉 因为我们里面有我们账号信息我们不希望它留在系统里面上掉它了啊 接下来呢我们再安装MySQL Client 我们看一下现在执行怎么样啊 它还在安装那些依赖的东西 那我们的MySQL Client是通过PIP安装的 它是大家应该记得它是Django和MySQL之间的桥梁 所以我们需要安装这个包 然后呢在接下来就要安装Django Jango安装完了还有一个叫Pillow Pillow呢是我们这个博客圆码 也就是说这个博客圆码里面用到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加进去了 然后呢就打开了80端口 这两句呢是打开80端口的啊 打开80端口最后安装完了呢 我们就CD到这个Block Project 博客圆的那个博客的那些圆码里面 进去执行Manage Migrate 就是说把它把它呃 执行这条命定之后呢 它的数据库啊什么的 这些就会相相应的东西 就会去连接去创建 然后呢最后Run Server它就跑起来 也就说我们这个脚本跑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访问localhost 就可以访问到我们的博客 那这个脚本呢详细就是这样 有些同学呢可能是以前有接触 Linux还有这些运维相关的东西 可能就对这些都很很熟悉了 那有些同学如果是本身 对ShareScript没多少了解呢 可以自己去Sentos里面呢 自己去百度一下 然后就学一学 因为它本身比较简单嘛 它也我们我们这个课程也没有说 专门去教这个东西 大家平时就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你在后面你要做部署啊 或者是运维相关的是肯定要学习的 那我们现在呢再看一下它这边装的怎么样了 它这边好像是貌似是在安装啊 它过程比较久 而且我我也已经想尽办法 让它让这一节课说 跑这个脚本不要超过20分钟 课程本身就只有20分钟嘛 那这个脚本呢就大概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让这些东西弄成一个脚本呢 因为首先一点就是手动执行呢 去去初始化一个环境 部署一个环境确实太防锁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 有可能我们是需要多次的需要同样的环境 比如说我需要另外一台服务器也是这样的配置 那我们就直接执行一下这脚本就可以了 就省去很多重复的工作 那么更高级的呢 有有就好像呃之前我们课程安排里面是有一节是叫SAAS啊 SAAS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转件及服务 也就是说更高级的是应该是一个系统 我们可以让它说指定它说你你这个系统需要初始化成 给我安装好什么什么什么转件 也就是说转件呢就好像一个服务一样 我们需要它就可以给我们装好 那这些是比较高级的应用 那么因为呃我所知道的SAAS的我之前参与的一些项目 因为里面我们是用一些像SAAS SAAS之类的这些转件来实现的 那么它用的语言是Ruby 那后来我仔细想想就是我们这一这个课程的目的呢 是讲Jingle的部署 那如果扯到那边去的话呢是扯的有点远了啊 而且很多同学我想应该也呃也是不会Ruby 所以如果用一节课去讲那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还是非常勉强的 那么在后面呢我们就不打算去讲这些东西了 因为毕竟我们是面向于初初步入门的这些呃 这些同学嘛就是包括一些像什么集群啊之类这些东西 有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基础打好 然后那些东西如果呃希望在20分钟里面把它讲清楚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这里就给大家一个一点解释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边这边还在编译派送啊 一看就知道应该是还在编译和安装派送 那么我们这个博客圆码这边呢我需要解释的给大家说一下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博客圆码是哪个榜榜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是不是拿了一个博客圆码 然后要来本地部署然后有很多错误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把它修正好了 那这个博客圆码呢就是我们修改过的 那这个博客圆码呢就是我们修改过的 后来可以在本地圣头这边呢用 Django1.8.3来部署的这个圆码 所以大家呢不要拷贝最早的那个圆码 那个圆码可能等会这样跑跑下来呢 可能它根本就跑不了因为里面有很多错误 所以大家就要拿第三章第一节已经修改完了的那个博客圆码 那最后如果跑往正常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直接用localhost 然后来访问这个博客啊 这也是我们期望的东西 那最后是怎么样也不清楚 那我顺便呢就是借这么一点点时间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说的那个chef那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之前说的可以把一些不同的 例如说我例如说有个公司有几百台机器 你可以按按需要说这个机器必须给我装好什么什么东西 那个机器必须给我准备好什么东西 然后这台机器呢就可以变成一台 例如说邮件服务器啊或者是这台机器给我初始化成一台测试机器啊 一台webserver啊之类的 那这个转件呢叫chef 他的网址好像我记得好像是opscode.com 那现在改改了 那因为是在外网的所以可能访问非常慢 那这边安装的脚本呢已经安装到了MySQL server了 安装到了MySQL server OK这个chef这个东西呢是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软件的框架 这个框架呢可以用来管理 也就是说把你很多机器纳入它的管理之下 就好像微软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微软它自己也有相相关的产品啊 那这个chef呢主要是就好像Facebook啊之类的他们就用这个产品 然后像谷歌呢又用另外一套产品 谷歌的那套产品好像叫puppets 我打一下给大家看 谷歌是用这一套 那Facebook呢是用这一套 因为像大的公司有很多很多机器的话呢 你要去每台去装一下或者怎么样是很非常麻烦的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产品 这种产品呢就比如说 OpenStack啊 Microsoft的Azure啊什么 他们都有相关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些东西呢 呃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非常简单的去接触的话呢 你是学不到什么真正的东西的 你需要一个实际的环境 就是说需要你实际上你需要让你去配什么东西 然后你用这个实现你才能搞清楚里面的东西 然后他的语言呢是用Ruby写的啊 Ruby也很简单啊 就就就就就像Python一样也是你只要学一点点就就够了 那大家这些呢就留着以后大家有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呢去学习去了解 那我们现在呢脚本已经跑到了安装Python了 安装这个模块了也就说已经快跑完了 后悔都大家呢实验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去执行这个脚本 但是执行呢也不是说你跑完 诶我这个脚本可以跑 试过可以跑 然后能部署好环境 我以后就用这脚本了 我们这样是不对的啊 我们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当初要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就像这样部署好这个环境呢 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没用的 我们要的是学会啊是这样写的是这样写的 那么以后呢我们 例如说我们以后选择的环境呢可能是 Engine再加上Django再加上WSGI之类的 那我们也可以同样啊用同样的方式来写个脚本 把环境全部呢整套就是跑一个脚本 然后就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而不是说我们需要来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好现在已经完全装完了 那我现在呢就跑一下localhost 那实际上我们也不是要用这博客做什么啊 反正就是这节课呢主要就是给大家讲一下脚本自动化 还有就是不要做重复的事情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也就是我们最后一节课 是总结以及呢Django服务器的安全 下一节课呢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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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